高雄市九州山 昨天提醒說明會 首先我們先請我們的曾麗葉議長致詞 大家熱情掌聲 歡迎曾麗葉議長致詞 做正指揮 做中央 副市長 議書長 我們市政府 各位主席組長 各位議員同仁 媒體朋友 大家好 本會第四次定期大會即將召開 本會其重點在於審議我們本市110年總預算 今天特地邀請我們市政府來報告 以說明110年度高雄市總預算分類的情形 感謝我們陳市長 率領 副市長 秘書長 以及各位首長 類型儀貴 根據市政府總預算案出面的報告 110年度稅入1460.86億元 較109年度增加59.48億元 增幅大概4.24% 稅入1523.53億元 較109年度增加57.95億元 增幅約3.95% 稅入稅出相比差短為62.67億元 增幅債務房本40億元 合計供需融資調度財源要102.67億元 全數以發行公債以及設計收入1億平 有關110年度總預算案 本會議員最關心的問題 例如事務提出的產業轉型 就業機會交通建設 公務房子 勢大優先市政的目標 以農移業發展的政策 面臨高齡以及少子化的到來 市府長幼招呼的政策威和 稅入稅出仍有差短 在開源節流方面 市政府做了哪些努力 公債以及設計金額有沒有超過公共債務法所規定的上限 待會請財政局主機處在報告說明的時候 能夠詳細的說明清楚 讓本會議員能夠充分了解總預算案編列的情形 thank you thank you